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勋建议这次要和她的另一重人格对话 于是对贤真进行了催眠 催眠后贤真的另一重人格慢慢解开扣子 吓得志勋立马结束了这次催眠 于是他们又约了下次在室外治疗 催眠后的贤真回忆起了前男友自杀 醒来后的贤真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另一重人格杀害了前男友 志勋告诉她是前男友的死对她造成了打击 让她安心 随后志勋被美丽的贤真吸引 约顶最后一次治疗 这次贤真拿了树花表示感谢 催眠后的志勋起了邪恶的念头 让贤真爱上她 于是她下了一个催眠指令 贤真每周日下午三点离开第二重人格就会回来找她 然后这天贤真正在坐着木偶 突然转换成第二个人格在大雨天跑去见志勋 看到贤真跑来见她 她知道催眠成功了 之后每周星期三的下午 贤真都会准时去找志勋 没见到志勋会发疯的想她 志勋越加疯狂 为了让贤真更加离不开她 她又对贤真做了更深的催眠 只要离开就会忘记所有的事情 就这样时间静静的流逝 直到有一天 有位漂亮的妹子向志勋表白 于是志勋厌倦了贤真喜欢上了别人 在此刻贤真觉得整个世界都坍塌了 随后有一位学生向志勋咨询感情问题 而志勋对那位学生说这里不是感情咨询处 结果那位学生跳楼自杀了 那天贤真按照时间去找志勋 却被志勋推骂 然而这一幕被志勋看到了 于是志勋找了志勋谈话 谈话后志勋向志勋道了歉 决定结束这一切 于是他给贤真做了催眠解除 解除后的志勋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 并且会经常想起那个跳楼的学生 向他表白的那个妹子对他很好 感动了他向那个妹子求了婚 而志勋也向贤真求了婚 感觉事情可以完美地结束了 没想到这时的贤真第二人格突然出现 想起了自杀的前男友拿起刀子把俊姬杀死了 杀死后贤真把志勋带到了俊姬面前 并告诉他他忘不了那个提香 之后贤真用绳子泪晕了志勋 志勋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做成了提线木偶 最后贤真抱着志勋说 对 就是这个提香 剧中 如果没有志勋的念头 可能这一切也不会是这样发展 总体来说内容很深刻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略影时光 谢谢大家